哈囉大家好!我是游漆小妹! 游漆的種類有白白種 大家是不是都會看到眼花繚亂 不知道怎麼挑選呢? 今天這支影片要介紹的就是 不同的種類物品所對應的游漆 想知道怎麼挑選正確的游漆 就千萬不要錯過今天的影片喔! 平常去游漆行買游漆時 有沒有發現店員都會唸一句咒語呢? 這句話的意思其實是在問你 你是要漆在什麼東西上面的 誰要漆木材還是鐵還是牆壁呢? 因為每一樣漆都有各自的專屬用途 這個就跟我們不會拿洗面乳來洗全身 是一樣的意思 這支影片也會快速的帶大家去認識 什麼樣子的物品要用什麼樣子的漆種 那時候我們也會陸陸續續的 去拍更詳細的影片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通知喔! 我們把游漆分成了七種常見的用途 來做介紹 第一種是室內牆壁 第二種是室外的屋底 第三種是室外的牆壁 接下來是金屬 木材 地皮 還有爛板鐵皮 總共這七種 首先是室內牆壁的漆 因為我們會長期居住在室內 所以一定要選用有濾建材標章的水性漆 這樣子對健康才沒有疑慮 室內的水性漆又可以分成兩種 有水泥漆跟乳膠漆 如果想要經濟實惠的話 就可以選擇水泥漆 那如果想要漆膜比較細緻漂亮的話 就可以選擇乳膠漆 我們之前有拍攝過水泥漆跟乳膠漆的差別的影片 想要去看的話可以點選上方的連結 接下來室外屋頂主要是施作防水漆 通常講到屋頂的防水漆 就會聯想到油性的PU 可是因為油性的PU在施作 還有後續的保養上都有麻煩 所以我們還是會建議DIY選擇水性的防水漆 那水性的防水漆又可以分成三個步驟 第一個是底漆 第二個是中途 然後第三個是防水面漆 那底漆的話就是這個 底漆的功能是滲透進水泥地 加強結構提升漆膜的附著力 再來是中途 中途的功能就是增加防水層的厚度 最後是防水面漆 防水面漆它有彈性 然後可以抗水壓 三個步驟如果都做到的話 防水的效果就會更好 我們之前也有拍攝過影片 所以如果想要複習的也可以去上方 然後坐在室外牆壁的外牆漆 因為要抵抗風吹日曬雨淋 所以要比較好的耐厚性跟韌性 如果想要價格比較便宜的話 就可以選擇 外牆水泥漆 注意喔一定要用外牆專用的水泥漆 不可以使用室內的水泥漆去漆外牆 這樣室外牆會很容易就粉化跟褪色 接下來如果家裡的外牆很強 出現裂痕 就可以選擇彈性好一點的彈性防塵漆 如果想要耐扣性好一點的話 就可以選擇耐扣漆 最後如果你家的外牆材質是女獅子 就可以選擇水性的石頭精油 大家聽完上面有沒有覺得很複雜 你們可以擦一下筆記 也可以休息一下 好累喔 再來是金屬還有木材 他們有一支通用的漆 那就是調和漆 調和漆又有分成水性跟油性 水性的調和漆雖然價格比較昂貴 可是它也比較沒有味道 油性的調和漆因為它添加的容量是鬆香水 所以它味道比較臭 然後對人體也有一點不健康 再說一次喔 調和漆只能使用在木材還有鐵器上 牆壁是絕對不停的喔 如果我們單討論金屬的部分 調和漆是最常用在鐵器跟金屬上的漆 例如公園的欄杆還有油熱器材 那如果想要用硬度再好一點的話 可以用永寶芯 不過這個只能做在室內 因為它沒有辦法抵擋紫外線的清洗 如果要做在室外的話 可以選擇硬度更硬的優力漆 AKA聚安紙 好你們先去旁邊 如果我們單討論木材的話 木材有分成專用的木器漆還有調和漆 如果想要保留木紋的話 可以選擇木器漆 不過這個施工程序也比較複雜 需要反覆的上漆跟打磨才可以完成 那如果要直接蓋色換色 不保留木紋的話 就要選擇調和漆 這兩種漆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喔 工廠跟車庫用的地平漆 比較常見的就是永寶芯 AKA環氧素質 油性的地平漆效果會比較好 它比較耐壓跟耐磨 可是因為它是溶劑型的 所以味道也比較臭 如果不想要味道這麼重的話 市面上也有水性的永寶芯可以做選擇喔 最後是彩鋼浪板漆 它常常用在台灣人最愛的鐵皮屋上 那這個的溶劑是甲本 常常也會有人問說 可不可以使用調和漆漆 漆在浪板上面呢 我們是不建議的喔 因為它這樣子耐厚性跟附著力都會不好 彩鋼浪板還是就是用專門的 彩鋼浪板漆就可以了喔 聽完上面的介紹 大家現在是不是還是有一點疑惑呢 奉上我們幫大家整理的懶人包喔 看完懶人包之後 就會通體書 岔子全身的結都打開了 建議大家如果正在購買油漆時 還是不知道要買什麼的話 可以先詢問一下店員 比較不會發生悲劇喔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這裡是油漆小哥 我是油漆小妹 記得要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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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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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